大家好,我是姊夫 跟著我們一起探索有趣的台灣文化 訂閱我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你有看過鎮頭這部電影嗎? 你對鎮頭的印象又是什麼呢? 是八家將、三太子還是宋江鎮? 台灣的鎮頭文化是一門藝術 也是一門學問 值得我們好好的認識 2021台南香科年即將到來 神明也準備好要出巡了 讓我們用英文來介紹它吧 每三年,神會監視這個地方 來帶來幸福和健康的人 2021年三年一度的台南香科年 要再次登場了 很多人第一次看會看走眼以為是香料了 香代表著掛香 科代表道教中的法式和科儀 結合在一起香科這個詞 代表恭請神明巡視相近 也就是它的管轄範圍 信徒會祈求神明為境內消災解厄 保佑眾生平安 台南有五大香科活動 合稱南鷹五大香 有蕭龍香、雪甲香、土城香、麻豆香 以及西港香 由各地主要廟宇舉辦 帶領境內各個莊頭廟進行掛香科儀 五大香舉辦的週期年份各有不同 除了雪甲香是四年一顆 也就是四年一次 其他都是三年一顆 台灣最主要的廟宇 在西港台南 南鷹五大香的西港香 又有台灣第一大香的頭銜 從1784年舉辦到現在 已經超過230年了 明年2021年就是第80科了 西港掛香的起源也很有趣 18世紀 人們在曾文西盼 發現了一艘寫著 戴天巡守的王船 於是就把它迎回公奉 並且舉行繞盡的儀式 不過1823年 收到曾文西大水重創後 原本承辦的宮廟已無力在舉辦掛香儀式 於是從第14科開始 改由西港慶安宮舉辦 1847年 剛好碰上慶安宮廟宇重建落成 舉行那首次的王教 建造王船 恭迎王爺前來驅逐邪魔 王教結束之後 也會舉行送王爺的儀式 西港燒王船 也就此成為台灣重要的民宿活動 歡迎來到台灣的Carnival 神明出巡時 鄉境內的廟宇 除了恭請自家神明 跟隨主要廟宇的神教 一同巡視境內各地 也會組成一格和陣頭來隨對繞境 一格就好比是迪士尼的花車遊行 由真人裝扮角色 搭配精心製作的布景 用靜態遊行的方式來展現 民間傳說 歷史典故或戲曲 陣頭則是動態的表演 又可分為文陣跟舞陣 歌舞表演 樂器演奏和戲曲音唱 都算是文陣 例如南館陣 而拿兵器帶有武打動作 或有嚴謹的陣勢與步伐 都算是武陣 像是大家常聽到的 宋江陣和八家將 都屬於此類 總的來說 一格比較偏向表演藝術 而陣頭則更具有神聖性 依照不同陣頭背後的 宗教信仰脈絡 與歷史淵源 被賦予像 消災 除煞 虛魔的宗教作用 Show your passion Show your face 一格和陣頭 是過去農業社會 人們最期待的休閒娛樂 除了服務神明 也有裝頭間競爭PK的意味 在明年的辛丑香歌到來前 先來認識這些 掛Q隊伍不可或缺的 重要角色吧 吳弓陣是用數十塊長木板 串接成吳弓屏 規模大多是36-108座不等 上面放置椅座 讓扮演民間故事中 角色的小孩乘坐 被神明選中參加吳弓陣的小孩 通常需要繳交2000-1萬元 不等的香油錢 吳弓頭或尾的價碼 往往又是其他位置的3-5倍 人們相信參加吳弓陣 能為孩子保平安 添智慧 因此報名總是相當踴躍 大家都希望孩子 能夠被神明選為 能參加吳弓陣的神童 不過西港鄉吳弓陣的神童 是采家族世襲制 是當地許多家族 一代傳一代的共同記憶 鎮頭中知名度最高的 非八家將莫屬 八家將因鎮中 甘柳蟹飯 春夏秋冬八大神而得名 若加上文武叛則為十家將 當神明出巡時 八家將負責協助神明 契捕妖魔鬼怪 運用七星部 四門鎮 八卦鎮等鎮法 圍捕鬼魂 讓鬼魂無所遁逃 除了捉拿鬼魂外 八家將還具有鎮煞 維持秩序的作用 當八家將穿上神袍 和畫上臉譜 開面之後 就嚴禁吃婚 跟開口說話 否則會遭天譴 由此可見 八家將其實是很嚴肅的呢 宋江鎮是台灣最大 也最具紳士的武術鎮頭 流行於台南高雄地區 清代渡海來台的移民 會團練宋江鎮 來抵禦盜賊 因此 一方面是自衛組織 另一方面 也是銀神賽匯的鎮頭 宋江鎮最早的原型為 108人鎮 不過現今以 36人鎮最為普遍 取自 36天罡之意 成員每人 至少持一項兵器 像是 統領宋江持頭棋 花和尚 魯至生 折拿棋梅棍 完整一場 預計需要兩小時 在西港掛Q 也可看見一些水中生物 在鎮頭的行列中 這是西港南海浦的 特色鎮頭 水竹鎮 最早被稱為水返鎮 由小學 國中生扮演海龍王 大鵬鳥 白鹿 蝦 蟹 烏賊 和仙女等角色 攜帶刀 槍 鎚 等兵器繞圈穿鎮後 開始各種 鎮法與兵器 或空拳對打的表演 重頭戲 則是演出 預放相爭的故事 伴奏採用北管系統 由大人敲打 裸鼓罰 水竹鎮除了為掛Q 增添宣騰氣息 與童趣 也富含教育意義 透過御棒相爭的預言故事 以及在一連串 兵戎相見後 排斥成天下太平作節 告訴人們 凡事各退一步 和平相處 台灣的香科文化 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也有越來越多外國人 顯露出興趣 讓我們挑戰用一分鐘 以英文介紹 異格和陣頭吧 台南 is the capital city of Taiwan in term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n 2021 we will be celebrating 台南 Temple's festival's year that is hosted every three years the gods will make a tour of inspection and the temples within its territory will all join the parade and lead the way with parade formations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parade formations the first one yige is like a masquerade depicting stories or fables the second called wen zhen can be seen as a marching band but the instruments are all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s the last one zhu zhen is what I find the most exciting while people march in formations and it serves as a local martial arts performance these religious rituals have been passed on for hundreds of years and have influenced the culture and society today nowadays the local government is putting their effort to promote and preserve the rituals making them more internationally known drop by and visit in 2021 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你还看过哪些 台湾有趣的镇头 想看更多用英文 介绍台湾文化的影片 那就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订阅的人会有神明保佑 没订阅的人 赶快订阅 五分钟英语说台湾 我们下回见